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到封庆县 包启帆立刻来汇报了最新的一些情况 等他出去之后 曾义就把电话打给了王熙 这次电话是很快就接通了 里面传来的是王熙的声音 请问是哪位 曾义笑了笑 王总工你好 我是封庆县的曾义啊 哦 曾县长你好啊 王熙的声音立刻就热情了许多 曾义心里就踏实下来 听王熙的语气就知道这事情没有什么变化 他解释说 我是临时有事 这几天也没有在东江 因为事情很突然 所以也没有向王总工来解释 王熙听曾义是在解释这件事 就赶紧说道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翟公子已经就此事专门跟我沟通过了 曾县长那边的事情更加重要 在这说了 我这边还有一些资料没有整理出来呢 曾义一听也就不用再多解释了 翟浩辉办事向来稳重 自己那天走得匆忙 翟浩辉肯定是要帮忙去稳一稳王熙的 曾义就说 那不知道王总工那边把这些资料整理完毕还需要多久啊 我这边也好着手准备 王熙就笑着说 哈哈 今天就能够整理完毕 曾义就知道 王熙肯定早就把资料整理停荡了 这几天大概是一直在等着自己回来 他也笑着说 哎呀 巧得很 我这边啊 今天也能完成所有的准备工作 王熙就很默契地说道 那既然如此 我明天就到封庆县区 争取把这个项目谈定 顺便也回故乡 看看亲人 好的 那我就在封庆县恭候王总工大驾 曾义呵呵笑着 又客气了两句 就把电话挂断了 放下电话 曾义在心里常常舒了口气 虽然多了这么一个小小的波折 好在这特种钢材的项目没有变化 只要过了明天 封庆县就会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在这特种钢材的带动下 经济肯定又会再往前跨进一大步 把李伟才送来的材料往公文包里一装 曾义起身走出办公室 他还得赶紧去市里 亲自向市长何思贤解释一番 否则 何市长心里有了芥蒂 这安全调度站的建设资金可又要自己头疼了 在赶往家通市的路上 曾义打开了那个牛皮指纹件袋 里面果然是关于养老产业的报告 只是汇报人一栏 却写的是曾义的名字 曾义一看就微微笑着摇头 这个李伟才呀 就喜欢玩这些小花招 那自己怎么会去占李伟才的便宜呢 他拿出钢笔 把自己的名字划掉 又端端正正的写上了李伟才的名字 然后才翻开认真读了起来 这份报告 曾义还需要再审阅修改一下 李伟才的报告过于详实 往往就会把重点弱化 曾义多少有点猜到了董老要这份报告的意思 所以还得再帮李伟才把把关 需要把报告的高度再拔高一些 然后把深度再加强一下 而且董老也不喜欢那么浮夸的内容 你只需要把一些关键数据罗列上去就行 董老这些大师一看就明白 这份报告只审了三分之一 车子就开进了市政府大院 曾义做了一个记号 然后把报告收进包里 就下车走进了市政府大楼 来到刘秘书的门前敲了敲门 然后就笑呵呵的走了进去 刘秘书 办公室里没有别人 刘秘书正是一副埋头写报告的架势 等抬头看到是曾义进来 就赶紧把手里的笔放下 从办公桌后面绕出来 热情的说道 是曾县长来了呀 快请坐请坐 先喝杯茶谢谢 曾义笑了笑 刘秘书总是这么客气啊 让我们一到这儿 就永远能感觉到 是春天一般的温暖啊 跟刘秘书一握手 就被让到了沙发上 坐下以后 曾义问道 何市长有没有空啊 我有事情要向何市长汇报 刘秘书指了指里面 王副市长刚进去 估计啊 是商量铁路建设的事情吧 曾义点头表示明白 哦 那我就在这儿等一会儿吧 刘秘书给曾义倒了杯水 然后又凑进了笛声说道 昨天呢 开动员大会 曾县长你没到场 何市长拍桌子发了火 不过据我观察 何市长没有动真气 曾义拿手指在桌面上 清点几下表示感激 我今天就是向何市长 父亲请罪来了 郑说着 里面的大门一下子开了 就看到副市长王志东 从里面走了出来 脸上也没有什么表情 曾义站起身 向王志东打招呼 王市长 王志东只是点了点头 也没有多说什么 挺着胸口 从曾义面前走了出去 这时候 里面传来市长何思贤的声音 外面是曾义 听着语气有些严肃 刘秘书赶紧应当 是何市长 风轻轻的曾县长 来汇报工作 让他进来 何思贤冷冷地说了一句 刘秘书回身给曾义 一个自求多福的眼神 然后就抬手 请曾义进去 进门之后 何思贤果然没什么表情 始终沉着个脸 不过 等刘秘书倒完水出去 办公室的门一合上 何思贤的表情就松了下来 抬起手 一指办公桌前面的椅子 别站着了 坐吧 曾义走过去坐好 何市长 我是来向您赴金请罪的 何思贤摆摆手 打断了曾义的话 你说说你 这么好的大喜事 市里本来还打算表扬鼓励一下风轻县呢 你倒好 躲得不见人影了 曾义尴尬地笑了笑 多谢何市长的理解和宽容大动 何思贤自然不会真的怪罪曾义 没有曾义 就没有家通市对中化市的这次绝对胜利 不错 曾义这家伙身上是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 但不可否认 这是个能干大事的干部 像鸵鸟一般听话的干部 到处都是一抓一大把 但你能指望这些人办事吗 关键时刻 还得靠曾义这样的干部啊 再说了 到目前为止 曾义跟自己走得还是非常近的 也算是自己能够指挥洞的人 何思贤又叮嘱道 既然你过来了 我就跟你再强调一下 必须积极配合铁道部的施工安排 在限期内 做好铁路沿线的征地拆迁工作 绝不能耽误了铁路的建设进度 这是政治任务 曾义点头道 是 请何市长放心 我们一定会配合好铁道部的建设工作 不会给势力抹黑 不拖势力的后腿 嗯 对于你的办事能力和打局观 我还是很放心的 何思贤慢条思理地抽出一颗烟 不过 在一些细节方面 你必须要提高重视程度 要注重政治素质的养成 千里之地溃于以穴 这样的教训是很深刻的 曾义很虚心地点了点头 是啊 自己没向县里常委办公室报告 就一下子失踪了这么多天 按照规定 这是个极大的错误 何思贤没有批评自己 而是语重心长地进行教育 这已经是很关照自己了 估计县里头到市里打报告的人 不在少数啊 讲了一番大道理 何思贤回到正题 实力已经决定 把铁路站和封庆县安全调度站的建设 作为一项完整的工作来进行 封庆县要做好配合方面的工作 曾义重重点头 何思贤这一招很高明啊 如果把封庆县的安全调度站 纳入铁路站的建设之中 那就可以顺理成章地 共享建设资金了 封庆县甚至都不需要操心建设的事情 只等着接收就行了 曾义赶紧说 感谢何市长对封庆县的大力支持 何思贤一白手 马屁少拍 如果事情办不好 我照样是要骂娘的 曾义笑了笑 何市长 还有一件事我要向您汇报 讲 虽是这么说 何思贤却是微微一皱眉 心想 这小子不会是又打什么主意 要占势力的便宜吧 这次要不是自己还顶着力挽狂澜 夺回铁路站的光环 给封庆县出钱建设安全调度站的事情 华士都很难通过呀 没这个先例嘛 就听曾义说道 经过几个月的暗中准备和努力 在有关方面的斡旋和协调下 封庆县争取到了一个特种钢材的生产项目 第一期的投资额是21个亿 明天投资商就会过来进行具体的细节谈判 等正式签约的时候 我想请何市长前去观礼 何思贤大感意外 他想到了一种可能 嗯 曾义这突然消失的这几天 不会就是去忙这个项目了吧 作为仪式之长 何思贤对于特种钢材的意义 也是有些了解的 当下就说 对于特种钢材这种尖端项目 是你历来是高度重视的 解释 我一定回去 对于这种锦上添花的事 何思贤当然要去呀 这也是给自己增光天彩的大好机会 自己一出面 那这个项目也就有自己支持的成分在内了 势必也会给自己加不少分 曾义就说 具体谈判的情况 我会及时向何市长汇报 何思贤大手一挥 你们尽管放心大胆去谈 势力就是你们坚强的后盾 何思贤并没有插手谈判的意思 按照曾义的说法 这个项目基本都定下来了 自己这个时候插手发表个看法 搞不好还得再生出些肢解来 以前这样的例子也有啊 下面的人辛辛苦苦搞来项目 眼看就要成功 上面领导不懂装懂的横插了一杠子 结果大好的项目给搅和黄了 再者何思贤也听到了 曾义画里的重点 这个项目是在有关方面的 斡旋和协调下争取到的 不管这个有关方面是谁 肯定都不希望有人半路插手 就听曾义说的 有何市长的支持 我相信这个项目一定会顺利签约 何思贤微笑着点头 心里琢磨 细算下来啊 自个都白占了 增益好多便宜了 好在给人家把安全调度站的资金问题给解决了 要不然这个领导 未免也当得太过分了 第二天 王熙如约抵达封庆县 并且带来了自己的谈判团队 丰庆县的谈判代表是包启帆 也是临时上阵 对于这个特种钢材的项目 包启帆几乎是刚刚才得知 就被赶鸭子一般推到了谈判桌上 不过 好在曾义已经提前准备好了谈判文件 包启帆只管一项一项跟对方合时确认就可以了 当看明白项目的时候 包启帆可是喜难自艾 这么大的一个投资项目 如果是在自己的努力下促成的 那可是一笔沉甸甸的正绩呀 其实最关键的部分 王熙已经事先跟翟浩辉达成了一致 所谓这谈判不过是走个过场罢了 真正有分量的内容反倒都在谈判之外 经过两天的谈判 双方达成一致 正式签署协议的仪式上 何思贤亲自过来官礼见证 还发表了一篇很是鼓舞人心的讲话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 古浪和庞乃杰又碰到了一起 古浪坐在沙发里 一边修剪着自己的指甲 一边说道 三哥 我说什么来着 你是被姓僧的给阴了 当初我劝你出狠招来着 你就是心软 现在可好 铁路人家拿走了 特种钢材 人家也拿走了 这根本就是个吃肉不土骨土的家伙 你跟他讲情义 受伤的只能是自己 三哥你这好端端的一盘棋 硬是叫人家给废了 庞乃杰没有说话 只是黑着脸坐在那 特种钢材项目落户风庆县的消息 他已经第一时间就知道了 他已经想明白了 增益确实没有说谎 这小子争取铁路的目的 就是为了争取特种钢材的项目 只是庞乃杰没想到 会这么轻易的就败给了曾毅 这是他政治生涯中 头一次败的这么彻底 而且败的如此难以承受 有了这个项目 曾毅是如虎添翼 而丢失了这个项目 自己的晋升节奏完全就被打乱了 至少要在富士级的位置上 多熬三五年呢 人生能有几个三五年呢 自己这边的脚步一放缓 后面的人就会紧紧追上 那自己初期积攒的一些优势 也就荡然无存了 就听古浪又说的 项目黄了 三哥要到哪儿再找这样的好项目去 再过两三年 再见到那姓曾的 我们可能都要称呼一声 曾市长了 庞乃杰这回可是真动了怒气 他无法容忍任何人破坏自己的仕途 这次增议对自己的打击实在是非常大 庞乃杰就问道 四儿啊 你跟邱大军的关系还不错 提到这个 古浪就更有精神了 算是不一般吧 邱大少那个人你也知道 我给他介绍过几个洋女人 算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吧 提起这风月和女人 古浪也历时变得眉飞色舞 嗯 东江省的大老板李德群 好像曾是秋老的部下吧 庞乃杰说到这儿 就朝古浪招了招手 示意古浪赴而过来 古浪就探过身子凑近了庞乃杰 灯庞乃杰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 他就不仅仅是眉飞色舞了 而是狠狠一拍沙发扶手 竖起了大拇指 高 实在是高 姓曾的他就是一条龙 这回要刮掉他一身林 再说曾毅 在敲定了特种钢材项目之后 他的工作重点就开始转入铁路 和特种钢材项目 王熙不仅是技术人才 而且还很有经商的天赋 他的特种钢材项目 在初期还有一个生产粗钢的附加项目 这完全就是冲着 即将要修建的这条铁路去的 靠着就近生产 就近运输的优势 估计只要拿下一小部分铁轨和铸件的订单 就能收回一大半的成本 抽时间 曾毅还把李伟财的报告 仔细的审读修改完成 直到修改满意 才叫人把这份报告专门送往京城董老处 晚上闲下来的时候 曾毅给李伟财打了个电话 一是讲报告的事 而是顺便问一下陶陶的情况 曾毅最近太忙 也没顾得上再联系陶陶 也不知道那丫头 有没有把那块木牌还给李伟财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就听李伟财说道 曾县长 您好 您有什么吩咐 曾毅呵呵笑了笑 李主任晋升市领导 我还没有及时送上恭贺祝福呢 李伟财就有些惶恐 曾曾县长 我能够进入市政府党组成员之列 完全是您提席的结果 如果您还在 这个机会肯定是 曾毅没想到李伟财会想这么多 哎呀 我没有别的意思 你能够前进一大步 我心里十分欣慰 也为你感到由衷的高兴啊 李伟财还是非常了解曾毅的 他知道曾毅确实没有别的意思 再说曾毅也不是那种会说反讽话的人 他赶紧又说 没有曾县长 就没有我李伟财的今天 这一点 这一点 不管到啥时候 我都不会忘的 就听曾毅说道 你叫人送来的报告 我仔细看过了 有几处呢 我自作主张 帮你修改了一下 报告我已经帮你转交上去了 李伟财心里有些惭愧 看来自己是真的想多了 还煞费苦心的在报告上只写了曾县长的名字 听意思 这分明是把报告人的名字又改成了自己 曾县长还是以前的那个曾县长啊 只要有让下属露面的机会 就绝对会不遗余力的提携扶持 李伟财感动的说 曾县长 您这样做让我感觉非常羞愧 这养老产业本来就是您 曾义打断了李伟财的话 那你就再接再厉 把这个事业做好嘛 对了 陶陶还是没有消息吗 有有有有有 李伟财一下子便结巴了 我正要向曾县长汇报这件事呢 陶陶小姐已经回到小屋山了 哦 没有给你捅什么娄子吧 没有没有 绝对没有 李伟财忙不迭的说着 曾县长 我还要感谢您 感谢您能把陶陶小姐这么优秀的人才 推荐到小屋山养老基金来 您果然是慧眼师英雄 陶陶小姐随便一出手 就立了一大功 把我们的养老产业 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哦 曾义不由皱起了眉头 李伟财这不会是碍于自己的面子 在胡说八道吧 竟然连新高度这样的话都讲出来了 李伟财也知道 曾义肯定会疑惑 便原原本本的解释说 事情是这样的 原来陶陶小姐拿走那块牌子 是有大用途的 今天他刚刚回到小屋山 我也是只听他讲了一个事情的大概 好像是他拿着那块木牌去了天南省 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最后说服天南省海新市的市长 免费拿出一块最好的地皮 交给我们养老基金 去建造一座标准化的养老基地 由海新市投资 可建成之后呢 将会冠名是小屋山 瑶养院 天南分院 随后 陶陶小姐又去了著名的避暑圣地广户市 同样又拿到了一个分院项目 增议不由有些恶然 他心里真是很惊讶呀 没想到陶陶出去走了这么一趟 竟然把小屋山养老基金的影响 扩大了好多 一下子就多了两座分院 而且还都是最适宜养生的好地方 天南省是有名的农业大省 旅游大省 空气清新 气候宜人 又有沙系水清的大海 只是想在那儿 争取一块合适的地皮 实在是太难了 而陶陶竟然免费拿到了一块建设分院的地皮 广户市更是国内有名的四大避暑圣地之一 其地理位置 气候环境都是绝佳之选 至于海心市 为什么会对这个项目如此上心 曾毅倒是能够猜到一点原因 就在上个月乔冠东空降到天南省 担任省长一职 海心市市长多半是要争取向乔冠东靠拢 所以这个时候陶陶送他一块敲门砖 他自然是喜出望外 要知道那块牌子可是得到了乔文德乔老的称赞 现在乔老有一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在小乌山疗养基地生活的 如果能在天南省建一座同样标准的疗养基地 这其中的好处自然是显而易见 至于广户市 虽然是四大避暑圣地之一 历史上也曾经是很多功臣元勋的遗养之地 但是随着戴和疗养院的修建 广户市已经是慢慢走向没落 最近十多年来也都没听说有哪位领导人选择去广户市一样 小乌山疗养基地的成功对于广户市来说 未尝不是一个重新崛起的好机会 如果也能打好养老基地的牌 说不定就能把一些领导人重新争取过来 退一步讲 说不定能够完成转型 把广户市打造成全国有名的养老基地 既然小乌山这么不知名的一个地方都能做成功 那么广户市有着丰厚的历史底蕴 完全没有做失败的道理 最重要的是 一下子就把小乌山养老基地的影响扩大了 能够在国内最适宜养生的地方 都建上一座冠以小乌山名头的养老院 那么小乌山的这块牌子 就算是彻底打响了 必将成为国内高端养老产业的旗帜 之前 曾毅也有这方面的想法 可那个时候小乌山养养院还没有建成 影响太小 去找别人肯定会吃壁门羹 直到曾毅离开南疆 养养院才算是彻底建成 之后随着一批老领导的入住 影响才算是有了点雏形 可这个时候 小乌山已经不归曾毅领导了 他只能旁敲侧击地向李伟才 谈一谈方向性的东西 但已经不好在干涉具体事宜 谁知 陶陶才去小乌山短短不到一个月 就把曾毅想干 而没来得及干的事情干成了 曾毅不禁在心里对陶陶重新审视一番 自己到底还是小看了这位 前客的活动能力啊 上门的政治推销 原本就是这丫头的强项 或许让他去小乌山 真是一种如鱼得水的选择 长篇小说首席衣冠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